好大家還記得當年的紅下鏈嗎 那個時候大家說 哇這個台灣人去買下了一家這個日本的 然後知名的老企業多麼厲害啊 紅海吃掉了夏普 然後那個時候呢 大家買了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再也不供應給三星面板了 大家覺得哇開心有沒有 這個叫做連日抗寒的一個大武器 但是呢吃下了夏普之後呢 我們來看這幾年過去了 還是景氣不好的 依舊景氣不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夏普旗下的面板廠啊 不斷在虧損 每年都巨虧 最新的數字來跟大家報告啊 又虧了230億 一年一年這樣虧下去真的不行 所以呢最新的消息是很可能 這樣的面板廠夏普旗下 要關門大吉了 所以呢紅下鏈現在我們回頭來看 到底是成功的一場戀情呢 還是最後也是有點爛尾呢 傑兵哥你的看法呢 至於你剛才說他的競損是230億台幣 但你知道他營收只有多少嗎 營收只有130億元 因為說他收到現金還不夠去付這個虧損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要說一句話 可能鴻海在清理戰場 今天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鴻海盤中漲到了161塊 畢竟前波高點 雖然收盤並沒有回到160 但也創造了相當好的一個成績 那當然你知道這個如果機工廠 他關門或者是減少大尺寸 誰是受惠者呢 今天友達沒有受惠 友達是平盤 但群創就漲了0.7個百分點 所以看得出來 鴻海最近要做股票應該是氣勢很強 他可以盤點哪些有虧錢的 我們趕快把他 虧錢的收一收 賺錢的努力 會不會注意到最近鴻海 根本沒有在談蘋果 對 蘋果現在其實 蘋果有那個鴻海 是有在幫蘋果做東西的 但都沒有講蘋果 因為蘋果在這個最近我們說的 這個美國拿斯達克表現 算是最弱一堂的股票 他都講AI 是聰明吧 而且還要跟劉洋偉 跟那個就是回答的總局 黃仁勳 還要借那種相見歡有沒有 要叫黃仁勳左閃右閃 去擁抱劉洋偉 這個畫面當然就像股價多 漲了三四十塊嘛 好那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還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呢 我們知道自從中國崛起的時候 面板業確實不論是台灣 或者是南韓的日本 更不用說其實受創的非常嚴重 那這消息是怎麼回事 因為2023年公佈財報了 就剛才所說的 營收只有130億台幣 然後損失 營業損失172億 然後總損失高達了230億元 而且你知道嗎 這是連續兩年超高的損失 對 那評估起來這事情會改變嗎 最近不是大走大尺寸電視啊 而且有奧運啊 友達跟群眾說今年都要賺錢啊 那他們評估起來 結果是明年會繼續虧 那這個虧已經虧到誰了呢 這已經虧到夏普了 而夏普現在是鴻海直接擁有 超過六成的股權 對 那也就是說夏普所虧的錢 它就歸咎到鴻海的營收報告 對 所以也就是說鴻海現在電動車也賣了 這個AI也做 而且最近鴻海說一句話說 我們其實才是AY之王好不好 美國最強的超級電腦也是我組裝的可以嗎 行不行 然後我們全面可以處理啊 應該是要股價上漲啊 所以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事實上我們知道 2023年是虧了230億新台幣 折合日元是1156億日元 對 那麼事實上2022年他們虧損 就是表面上虧錢金額不是 但是換算到最後淨損的金額非常可怕 他們淨損金額竟然超過2300億日元 所以比今年比去年 去年比今年還虧 但是這個狀況沒有改善 那回頭一件事 那Shop當然就一定會嚴重的虧損 所以他們評估起來 最後結果事情是可能要整個借工廠 不是只有大尺寸不再生產 事實上可能連借工廠都要關掉 就忍痛斷尾了對不對 那當然這件事我就懷疑 到底之前傳言郭台銘要回來會不會成真 因為當時郭台銘之所以讓大家覺得震撼的原因 是因為他竟然可以從日本手上 把Shop買進來 Mission impossible 你知道日本人其實他們對於自由的 雖然我必須說一句話 日本雖然看起來沒有什麼愛國精神 但是日本有個很大特色 好像看起來沒有 但實際上他們有強烈的那種 就是以前那種日本的驕傲 對 日本的企業不肯賣給外國人 只有日本才可以去買別的國的家企業 台灣怎麼可以買我們日本企業 他們的驕傲 對 他們的驕傲 而且Shop是他們驕傲中的驕傲 而且台灣以前是他們的殖民地 是啊 你知道 如果你回到三星電視還沒有崛起之前 其實我們最喜歡看的電視是Shop 因為它的品質真的好 因為我最愛看的大尺寸電視 當時哪有在看三星都看Shop 如果大家有印象深刻 早期你去我們台灣兩家 主要通路廠商的時候 你第一個看到面的 絕對是Shop的電視劑 大大的 然後那時候市場上可能只有40吋的時候 它就可以出到50吋 市場就50吋之後 Shop就60吋 價格貴到眼淚流出來 但是品質好到不行 但曾幾何時 Shop已經默默地擺到後面了 前面擺的是三星 所以LG都放在Shop前 這故事其實是一段很悲慘的故事 就是說 我們知道回到2012年到2013年 大概是10年前的時候 全世界品質最好的面板是Shop的 而且Shop當時已經進入到研發到OLED 都已經在研發了 理論上你Shop自己生產 建工廠生產 而且當時他們是最早有時代廠的 那時候澳式軍人 全世界到日本強 開玩日本No.1 好那時候 Shop他做的液晶顯是很棒 三星那時候 要跟Shop拼電視機 他像我做不出你這麼好的螢幕板 所以那時候三星就怎麼樣 你多少錢我就買 他就跟Shop買了 他液晶顯示板 那你知道三星很厲害的事情 他是會把人家拆解 人家電視機 然後反向做完之後 然後再增加一些功能 進去的時候 沒想到Shop電視 竟然被三星DS kill掉了 所以那時候郭台銘 就看到這件事情 他就抱怨說 你怎麼可能拿Shop的螢幕板 那個螢幕板打擊你 Shop的電視機呢 那時候Shop還交到得意說 我們面板賣得好 電視機賣不好沒關係 我們各自為政 勝者為王 就你知道嗎 Shop電視機一完蛋的時候 造成鴻海有機會 介入到這個Shop 但是問題來了 郭台銘當時視野很高 他左手跑去買介工廠 右手又去廣東設面板廠 號稱全世界最會做 那個最會買面板廠的公司 就是他最會投資面板 結果沒想到中國崛起 所以郭台銘後來也消失掉了 當然薪酬舊恨 其他最大的問題事情是 他買下Shop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禁止Shop再把面板賣給三星了 但是那時候他這樣做是對的 可是他背後的問題是 中國崛起 我就說他當時是對的 但面上中國崛起 是魚豹 賀豹相爭 就中國得利 所以你們爭罵 你們爭罵三星Shop 打得一塌糊塗 結果中國的電視機一起來之後 反噬三星 反噬Shop 所以這場戰爭呢 我想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